信息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叫江健 世人常探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但我只是一匹奴马 我的最大优点是执行力强 在大学期间曾任校报记者团 办公室部长以及礼仪协会的副会长 然后呢还有许多的兼职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销售港 助理港 亦或是活动执行相关工作 您给我一点光亮 我还您一份精彩 谢谢 太想您了 想我啊 对对对 哪想 心理 心理 对 我听编导说父母对你管得比较严是吗 对 是从小就这样吗 什么持穿 用度 社交他都得管 对 我母亲是个非常强势的女人 那你说 你说一下母亲从小怎么管你 就是几点睡觉 几点写作业 然后就包括上大学以后给我打生活费 你要什么费支什么支出 服装一百 旅游两百 买书包八十块钱 买文具 就基本上给我没笔账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然后再加上说大学也不让我谈外地女朋友 然后很多事情封封面面都要管 你这么一说我就特别同情一个人 谁 你爹啊 他把你都能管得这么老 你爹兜里能有零花钱 我爹兜里从来没超过两百块钱 你爹也没有反抗过 他俩一个愿打一愿 不是你这些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在说隔壁家老王跟老李的事 他俩是绝配吗 这么说吧 你说 你也是男人 你觉得你爸作为一个男人有尊严 可能在家里边没有吧 没有尊严 就是我爸 因为我爸的话说家里要是养条狗他排老四 那说实在的 你为你自身讨讨一下 你看母亲管你管了二十二年 你的吃穿用度社交女朋友等等等等 包括选工作 直到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你母亲也是反对的 但是你怀着一种忐忑而勇敢的心情到这个舞台上 你不准备跟你妈妈说一下 做一个男人 我从今天开始要飞翔了吗 妈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有独自生活工作的能力 请您放开心 让我去成长 还要跟母亲说 谢谢你的养育之恩 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磕个头 我们没有惹着你妈吧 我肯定已经惹她了 没事就让你爸去承受吧 哇 排独长 排独长 行我们继续往下聊 江建 今年毕业了吧 刚毕业 那你今天来面试的是助理岗和销售岗 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貌似你的要应聘的岗位 跟你的专业好像没啥联系 是这样的 就是从大二下学期开始 我就一直是说做那些兼职 说一份兼职 你认为最体现你价值的 价值的就是在轰趴当馆长 执行力很强 比如说一件事 就是我在那个大三的时候 主持过一次学院晚会 那天晚上大概就了五六次场 说其中一次最精彩的旧场 最精彩的旧场就是 唱着唱着突然那话筒没了 然后我就拿着跑 唱着唱着话筒没了 没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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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声之后呢 我赶紧拿着话筒跑上去 我就说现场的朋友们 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 然后他在这弹唱了 然后我就当气氛组似的 然后大家就嗨起来 你发现你妈站在下面 您这 但你今天面试的是策划友 活动执行 助理港 销售港 哪个排第一啊 助理港 什么助理港 经理助理或者是店长助理都行 如果你要做一个助理 你希望你的上司 是像你妈呢 还是像你爸呢 就是取两者平衡一些吧 就是说他俩的性格嘛 性格之间 能力的话都行 就是有一定的强势 哎 对吧 对您该批评我该骂我该骂我 就是平常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如果你的上司就跟你妈一样 接不接受 也可以 也可以接受 对 你觉得在做的女老板当中 有哪个跟你妈是比较相似 类似 据你以往的了解 感觉陈总是个 哪个陈总 陈维陈总 陈总是什么 尝试雷厉风行的一个 你哪看出他强势 还有今天在化妆间的时候 就比较说话的那个 语态语调 他说啥了 你模仿一下 我感受一下 来 坐在这 我今天这头发刚剪完 哎呀 有点不好看 就说话一板眼的是吧 对对对 不那么可爱 有他可爱的 是吧 那你更希望做谁的助理呢 可能是郭总或者是贺总 为什么是他们俩性格 也截然不同 就是说他们 虽然是性格截然不同 但是在以往的节目中 都会有这个包容心 然后呢 该严厉的时候也会严厉 选手包括有漏洞的时候 也会指出 他们两个当中要选一个选谁 这么难吗 必须选一个 郭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觉得 郭总比较和善一些 嗯 再问你一点 中间选一个是最难的 再问你一点 你觉得他们俩谁漂亮 你怎么老给我挖 没关系啊 您这 他们俩跟你不会有关系的 他们都成家 但有一个没成家啊 哈哈哈 对你喜欢哪一款 啊 以你的审美 以我的审美 对 可能是郭总吧 为什么呢 您说以我的审美 那以你爸的审美 他会选哪个呢 以我爸的审美 可能两个都不选 为什么 他不敢 因为他觉得 我妈可能是最好的 啊 请一张可以啊 啊 好 再问一下啊 您说 啊 你要求薪资多少 4.5K 4500 有地狱限制吗 还是离你妈越远越好 没有没有没有 啊 来 第一轮选子 学贺磊 你母亲在偷笑 沙盏灯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所有 啥才 诗朗诵 《枪金酒》 你干脆不要念这个 你朗诵一首高音音母亲的吧 没准备 你不要准备 现场来 《枪金酒》 我们都听过 那我就现丑了 即行创作一下 好 妈 您还记得吗 当初 我在幼儿园 那时候 发着39度的高烧 外面冰天雪地 寒风凛冽 您背着我 一步一步地 去了小医院 但是 医院 生病的孩子很多 那时候 没有退烧药 冰天雪地 打不着车 您背着我 一步一个脚印 走了 大半个小时 去了附近的一个大医院 当时 您小小瘦弱的肩膀 扛起的 是我这个 不成器的娃娃 我当时 我心里就暗暗下决心 我说妈 我将来一定要有出息 一定要活个好样 给您看 一定要让你们脸上有光 虽然 你们管我管得很严 甚至干涉了我很多的生活 但我从来不愿你们 因为你们是为我好 做儿女的 真的是难 但是当父母的 更难 谢谢 好 怎么样 来点评一下 我觉得这小孩啊 感激 原来她一直在埋怨她爸妈 但她心里真的是心怀感恩的 对吧 嘴里 没错 我那种 而且在第一时刻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潜意识 最真实的 内心最深刻的那种表达 而且她是即兴发挥 对啊 让人很感动 这肯定比 两宋江敬九要好吧 对 这个江敬九呢 能体现你的才华 但是刚才那件事 也是你急救嘛 急救的话呢 能显示你情伤 如果做活动执行 这件事 它需要理解两个能力 一个是理解活动本身的 这个要求的执行能力 第二个是理解人的能力 这件事不错 但是真正所谓往下落下去 它是不是适配那岗位的话 能出小题目吗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年底了 我们这个节目要在杭州 搞一个演讲会 您负责接待两个人 执行哈 一个是接待你心意中的郭兰总 一个是接待丽浩阳总 对吧 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怎么考虑怎么细节 首先呢 我会先跟郭总 还有丽总的这个助理沟通 然后先是着重着 衣食住行 四个方面考虑 考虑这个咱们当地的气候 然后提醒他们的助理说 要不要需要多加一 住的话可以就是问他们助理 然后两者都习惯于住 什么样规格的宾馆酒店 然后习惯吃什么样的餐 行的话就是说 我会准备每人两辆车 去接机场接两位总 活动方面的话 就是大致的话 再跟两位的那个老总 在行程的当中 然后尽量表达我们这个 会有什么想法 需要就是说两位老总 有什么协助我们去做的事情 然后再沟通两位老总的意见 看这个东西合不合适 然后合适的话 他们两个还想要 在我们这活动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再跟我的上级去进行报备 然后这两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我在中间再沟通 然后可以了 能看得出来啊 不错 我觉得他就是 作为一个这样 不是很有工作经验 他说了一个特别重点的东西 除了这个吃住行的安排啊 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和我们要去配合这个活动 和会议要准备的这个内容 提前的跟我们 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他更难得的是想到什么呢 你还有什么诉求 对吧 你来可能也要打个 你的公司广告 对吧 那我们要看一下 你的广告能不能打 对吧 合不合适 打得有没有过分 所以他说 我这个呢 对方的诉求还要给领导 再报备一下 我觉得120分 再一次说明 他的母亲管他 不是什么都当帮他代劳 谢谢 他的母亲肯定鼓励他自己 要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啊 我是肯定想要你 我看 我也是你的第一选择 对吧 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当上学生会的领导 就是不是没当上 是我不想当 就是当时因为我老部长嘛 就跟我说了 你要接着干下去 你就是我们的团长 因为他们做什么东西 我门清 然后呢 我在那时候啊 也看非你莫属节目 然后有一天早上 我突然惊醒 就是说 我如果这么下去 会不会像 那些所谓的学生会主席 什么社团团长一样 来到这个位置 就很不踏实 很浮躁 不 你没有意识到 如果当了学生会主席 你履历会好看一点 履历好看不代表能力好看 你不希望履历好看吗 不希望 你不希望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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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矛盾 他不光 他不希望光履历好看 对对对 他思前想后的迟疑的部分 有点多 来 第二轮选择学货流 还有八百 来 陈步横 请翻看 四千 销售 对 给到地点 北京 五千 对 天津 行政处理 李浩洋 五千五 对吧 真是真爱 地点 地点在上海 持费 我觉得你适合做销售 然后做销售管理 然后这个岗位呢 上升得非常快 做销售的话 你三年就能当总监了 说不定 好 你说完了吗 你提供个职位 话都这么多 来 杨石头 我先首推是杭州 就是场景攻略这两公司 就是做活动的 活动执行 你也可以在里面 做策划的助理 从五千加开始 金山云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在我们的自己的公司 然后我们一年大概会有两百多场的活动 不管是我们参会还是自己主办的活动 来 马瑞 给你的是销售岗 三菲是我们2020年第一季度马上启动的美妆的电商平台 马瑞IP就是我们现在做的直播电商 所以其实是都跟美妆相关的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销售岗 我觉得你身上具备了你妈妈的特质 会算账 能算账 也具备了你爸爸吃苦耐聊的精神 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向上晋升 你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江姐 我们做甜品的这个在国内 目前在计划大概一百个店 我给你的岗位是助理店长 好 考虑一下灭掉六盏 留下两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选了销售 其实 好 这个钱要谈吗 要 要跟谁谈 利总长了 不谈了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去的大概是销售部门 这个部门是大概多少人 然后代理我的这个领导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然后部门氛围是怎么样的 我们总共有三档销售 一个是帮助全国的学校去招生的 管三十多个学校的几十个市场人员 这是招生 第二个是校区运营 在公司里边去管 所有的下面的这些校长校区运营 第三个是拓展 也就是大客户销售 那这个一开始会非常苦 但它奖金会非常的高 有问题吗 没了 十秒 那个我这儿也是可以加薪的 好主动啊 没有 主要是看浩阳我的斗志就来了 松鼠AI 法国梦泉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送水去吧 最终选择其实第一是这个重视程度 因为贺东东贺总他没给我主动加薪 利总是直接主动加了一千 连问都不用问 就是我觉得六千对于我一个毕业 对那是这儿是什么样的 对那是个複数区的